你可能要自己花時間1234 然後呢貼上自動調整欄寬 然後取消選取 那另外重新命名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這個地方重新命名 比較會有問題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新增的那一個 他也許叫工作表5 可是下一次新增的 不見得一定是工作表5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一行恐怕刪掉 然後NAND的話呢 這個地方要重新命名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最後做完的 其實你會發現錄字句集 他會幫我自動產生一個Module 2 那我們其實建議是寫在哪裡 Module 1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Module 1的寫好的 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 有沒有要放B1篩選 所以基本上篩選 在VBA裡面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語法 叫做什麼呢 Auto Filter 有沒有 這一個 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的篩選 那篩選後面呢 會多了一個參數 就是告訴它說 你要針對哪部分的範圍做篩選 哪部分的範圍做篩選 那這邊的話 會有個A1 一直到什麼 L2500 不過呢 將來如果你這個範圍會變動的話 也是一樣 比如2500 這個數字會變動的話 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前面我們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偵測的嘛 比如說Range A1 Ctrl向下 所以這個2500 你將來也可以寫成一個什麼 一個向下偵測的變數 用那個變數去取代這個2500 那以後的話呢 它就不會只查2500 那如果你資料變成3000的話 你總不可能又回來這邊再改3000吧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變成活的 然後寫成活的 你可以把這個2500 Delete掉 移到後面來 End什麼 End那個Range 比如說我今天要用偵測的 那我就可以打一個Range 然後這邊的話呢 打一個 從A1 你幫我往下偵測 點End 這個應該以前有教過 然後前刮符是向下XL Down 然後刮符點什麼 點Row 直接寫在這邊 就是把原來2500刪掉 然後後面串接 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 應該看得懂吧 前面好像也做過類似東西 只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嗯 就是懂得靈活應用 該放哪裡就把它放在哪個地方 再來的話呢 它 它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個叫Fill 這個AutoFill 後面有個叫Fill的這個參數 這個Fill的指什麼呢 其實指的就是第幾 我們後面有個三對不對 就是指的是第幾藍的意思 有沒有 C藍 這邊會是三 那也就是說 是不是以後呢 那我如果篩選的時候 我給它改成別的藍位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就是說以後你要查的不是第三藍 只要是文字篩選我要查的是產業別 各位 可以啊 你就把這邊改成4 它就會變成查產業別了 OK 那另外的話後面還有個什麼 這個叫Criteria 這個就是參數的意思 就是你的條件 就是你那個條件 後面有多一個什麼 那個不是L 那個是E 那也就是說 可以Criteria 1 也可以有Criteria 2 3 4 理論上應該是 至少一個條件 那最多的話 你可以多個條件 然後呢 本來我們原來錄下來是老王 那我可以把那個老王怎麼樣 變成一個X 也就是說我將來呢 我不一定要查的是老王啊 我要查其他人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你就怎樣 把那個老王改成X 然後呢 在第一行的地方多一個叫Input Box 那因為呢 你跳出Input Box之後 人家會輸入那個要查的業務姓名 比如說我要查的是姚姚好了 那姚姚輸入之後 他就又動態的丟到這邊來 然後呢 也是一樣 游標就找到了嘛 那游標放A1 Ctrl去不向右向下 複製 再來做什麼呢 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是說 新增工作表之後呢 特別注意 我是直接把它重新命名 所以這兩行 以後你們可以直接拿來用 重新命名怎麼命名呢 因為我新增了一個工作表 在最後面 最後面指的就是什麼 should.com 最後一個 那因為新增了一個 所以最後那個就叫做什麼 should.com 這一個的名字要變更 所以以後 如果你的工作表名稱要變更成什麼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姚姚對不對 那將來這個名稱要直接改成這個姚姚的話 那我就直接這樣 把這個X放過來 它的名稱就會是那個工作表名稱了 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 命名稱 那個名稱 所以這兩行 如果說將來你也不想背太多 反正你就把這兩行記下來 以後如果你的需求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個工作表名稱就是X的話 那就這兩行call過去就可以用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資料貼過去 放到哪裡 A1 然後貼上對不對 自動調整欄寬 那取消選舉 這一行是因為放A1 就是因為它有個選舉區域 取消選舉 然後再切回到哪裡呢 切回到問題7 這個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把它改成1 因為第一個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記得要取消篩選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篩選的話 下一次就沒辦法再篩選 因為它按一下是篩選 再按一下才取消 一定要有個開跟關的動作 少一個都不行 會產生錯誤 然後游標再放A1 好 這個就改完了 應該看懂這個意思吧 其實這幾行沒什麼 但是 卻可以幫助你將來 快速的建立你要的查詢系統 比如說我今天做完了業務 我要改成產業別 改成客戶可不可以 兩下就做完了 等一下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按step by step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誰 查那個 裡面還有誰沒查過呢 搖搖好了 這個 那我就執行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執行它 它跳出一個那個業務姓名對不對 我這邊設裝斷點好了 這樣會比較 等一下卡在這裡 先 這邊先停掉 設中斷點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邊先取下 這個刪掉一下 我這邊把它設個中斷點 我們step by step來看會比較清楚 這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也是一樣 我就執行這個篩選的動作 來看一下 這邊執行它 然後我比如說輸入一個搖搖好了 我只是 還是沒 看 又錯了 要切到那個第一個這個部分才對 切到這個問題期 然後取消篩選 因為如果做錯了記得把它取消掉 然後再一次 這個設一個中斷點 譬如我要找誰搖搖 針對這個工作表 然後我給大家一個這個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裡面的這個搖搖會放在X裡面 對不對 然後游標就放在B1 其實你放C1也可以 我剛剛講C1 我剛才換C1好了 OK 然後呢 F8 下一行 這個Auto filter就是篩選 等於是我剛剛按的篩選 OK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這個底下全部的範圍 然後幫我怎樣 針對什麼東西呢 第三欄裡面的搖搖幫我篩選出來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針對第三欄的搖搖全部出來了 那我要把這個資料放在新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先A1先選取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再來的話 特別是關鍵就是這兩行 可能同學比較容易做不出來就是這個 以後特別是工作表的新增 它的方法就這樣 Shit.add 如果是哪個工作表後面 那就After 哪個工作表前面就是Before 那我們要在最後那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現在工作表幾個呢 有六個對不對 所以它會新增在第六個的後面 所以這一行新增 有沒有發現 它會多出一個什麼 這個工作表7 可是我不要這個名稱啊 我要把它叫搖搖 那怎麼變呢 特別注意 現在血點抗變幾個 變7個 因為add一個 剛剛是6對不對 現在變7 那也就是第七個重新命名 所以重新命名喔 特別注意在工作表裡面 要重新命名 記得喔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點NAME 給它一個新的名稱 譬如說 比如說現在是工作表7對不對 那你要改成什麼 搖搖 就這麼一行 我試一次給它 F8 有沒有 搖搖就上去了 所以特別重要 新增工作表到最後 就那一行 把那個工作表改成你要改的那個名稱 再來做什麼 貼上 所以A1 選取 然後貼上 貼上之後呢 藍寬不對 所以這一行是什麼 針對這個選取區域的 colons 有沒有 其實這一行 你也不用 selection 其實你可以什麼 colons 點AutoFeed 其實也可以 這個指的是所有的藍 自動調整藍寬 OK 不過兩個都OK啦 反正RUN應該RUN 結果都一樣 好 自動調整藍寬 有沒有 它幫你藍寬全部調好了 這樣就清爽了 對不對 但是呢 它有個選取區域 我要取消的話 那你就把郵標再放在A1上面 接下來有沒有 這個是查詢結果 可是我現在又要回到總表 所以切回到問題7 可是現在怎麼樣 現在還是篩選狀態 所以 這邊的話 這一行 不過這一行 其實可以略過沒關係 它是指的是 像說Card Copy Mode等於False 指的就是說 複製模式 如果Card Copy Mode等於True的話 表示減下 那這一行其實跳過沒關係 取消篩選 有沒有 然後再回到A1 其實就等於取消選取 好 這樣的話呢 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等於一個cycle 得到什麼 得到的是搖搖了 有沒有 那一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當然 這個地方你可不可以改成產業別 改成客戶名稱 其實也可以啊 那改的方法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不會啊 你比如說你今天篩選業務 把它改成什麼 篩選產業別 可不可以啊 你就把它什麼 Ctrl C Ctrl V 然後呢 篩選業務改成什麼 篩選產業別 那裡面還要改哪一個地方 其實應該改一個 我印象中應該改這個 改四 這個不用改 因為反正輸入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什麼 資訊頁好了 其他應該都一樣了 所以基本上你貼上之後的話 改哪裡 改這裡就好了 OK 其他都一樣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樣的方法 很快的 就可以幫我們建立一個什麼 業務人員的查詢系統 不過這個地方 是指的是單次查詢 就是你要輸入一個條件 它會產生一個結果 輸入一個條件 產生一個結果 但是呢 這個地方 還有可能有錯誤 就是說 輸入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的錯誤發生 你們等一下特別注意 第一個 如果沒有輸入資料 會產生錯誤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如果 那個工作表 已經存在了 比如說你查老王 你又在查老王 會怎麼樣 也會產生錯誤 因為 他的工作表名稱 絕對是不能一樣的 所以 這邊可能你在 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你要確認一下 你要先check一下 有沒有 重複的名稱 那如果有的話 你要怎麼處置 那你幾個邏輯 一般性你要先想說 他為什麼會重複查詢 可能就是說 他想要查新的 也許底下會update新的 所以你可以貼心一點 乾脆直接幫他把舊的刪掉 直接產生新的 這樣會更貼心 可是如果你沒寫這一行的話 就會跳出錯誤 那怎麼做 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請各位先把 剛剛的這一段 這個這一段程式 其實非常好用 以後你只要有一個 大型的四串表 一個總表 你以後要去做一個查詢系統 就不用再靠資料庫了 直接在Excel裡面 就可以產生查詢系統了 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平常 我只要查一個東西的話 我就乾脆全部放到Excel裡面 然後弄一個這個東西之後 查詢系統就誕生了 而且這幾行沒什麼 你可以 也可以暫時 以後也可以貼到別的地方去 好像也不太需要改 要改的就是那個 你要查詢那個範圍 稍微改一下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我之前有試過 貼上去 馬上可以walk 一個查詢系統就產生了 以前的話 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是多麼麻煩的事情 而且還要花很多錢 我印象中 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做了查詢系統 在科學園區裡面 那個什麼 專利查詢系統 我發現好像做下來 都幾十萬上百萬都可能 它裡面做什麼 其實就做這些事情而已 那我想說 其實不用那麼 不過以前是比較麻煩 以前是需要做網頁版 然後後面的資料 不是用Oracle 只是說 如果你這個部分的查詢是 屬於是客製個別的 或者是小眾的 小單位的 然後需要彈性大的 用這個方法其實是最簡單的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招其實就已經很夠用了 我發現像我把這個東西 分享在我部落格 我發現這個觀看的人數其實還蠻多 而且很多單位 其實他慢慢的也懂得說 原來我不需要再去外面找了 找那種軟體公司幫忙寫這些東西 我自己就可以產生 而且VPA裡面 直接也可以帶著走 這個檔案 它可以資料跟程式都放一起 多麼方便 以後維護呢 也不用靠別人了 我以後呢 想要去改別的欄位 像以前 你跟軟體公司設計 他只有設計查業務 但是你突然需要查別的欄位的時候 就麻煩了 你要再找軟體公司 軟體公司就跟你說 抱歉 這個地方還要再charge一個費用 他要報個費用的時候 可能以現在的景氣來看的話 大部分的業主大概會搖搖頭 這個時候的話 可能就會想說找底下的人幫忙做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說老闆 小case交給我就可以的話 我想你老闆會對你刮目相看 那這種介面 input box 其實也不只是可以用input 因為input box 有點像是簡易的 你也可以做成表單 也就是輸入條件有沒有 他可以多欄位查詢 你可以多幾個 甚至做下拉清單 比如說他找有沒有 他比如說他輸入小咪 我怎麼知道業務人員有誰 我跟你們公司又不熟 而且我又不用 我是主管 我可能高階主管 我來 我怎麼知道誰是誰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幫他做個下拉清單 那不是更貼心 對不對 這樣的話他覺得 哇你真的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這個會不會花很多時間 其實並不會 表單前面我們有學過了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融會貫通 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就是VBA厲害的地方 以前的話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現在我想變簡單 然後這裡請各位試試看 每個小的東西 我們 你們